我幹嘛嚴重 被動是很痛苦的 都會爆炸 Joan88一動作惹怒熊仔 讓他想殺了星星 熊仔就是Joan88合作單曲 《行坐睡駕》 MV也拍得非常科幻 第一次跟熊仔合作 我們兩個是演一對情侶 然後我是就是熱愛沾心血 然後喜歡星座的 這是我沒看得到 但是他那就比較木讷 然後他喜歡天文 劇情我自己想像的世界觀是說 這個世界開始因為星象的出現 然後女方就會想要改變哪個方啊 比如說移動她的東西 改變她穿著的習慣啊 男生就默默的忍受 好可憐喔 模型被動是很痛苦的事情 都會爆炸 尤其是亮光漆 模型比本體重要 然後直到他晚上夜深冷靜的時候 駕駛太空船去把那個星星給炸了 這樣再也不會受到這個星象的影響 其實這首歌我構思了很久 因為我一直都想要寫這個主題 覺得危險想要約語一下 然後 因為他說他不相信星座 對 但我相信 齊陽老師我愛你 我也愛你 可以愛你但是不相信 不同愛的方式 我那時候做的初衷是說 我想要做一個假老歌 然後 取樣這個老歌的感覺 這樣好像 總會有一個老歌在唱星座 會有一種突兀的感覺 但是 發發的聲音太好認了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原來不想要給我 Credit 就是想把我當一個古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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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是希望說 一百年後 給的人聽 可能會很困惑 這到底是 哪一個年代的 就是希望做製作的感覺 因為我們會做特效 據說應該是有 極光啊 星星在我的四周 所以我剛剛走了一個 半樓高的樓 他倆要往上嗎 不會不會 因為他晃來晃去 然後所以就覺得有點可怕 因為旁邊摘一摘的 以後如果要小巨蛋 也出一上針 你等一下也可以去試一下 到時候唱星座學家這首 就是爸爸Bass掉了五層樓 爸爸Bass掉了五層樓 急速上針 你說急速上針 大怒上針 Woo 這樣子會這樣 不可能每個Ending都 請務必小心使用